在众生爱地球 接下来请收看 佛心花海 佛心花海 各位大德 各位爱花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人心本具的佛性 是心之体 丰富多元的艺术创作 乃心之用 我们怎么样 有体录用 摄用归体 藉由艺术家非常专注 用心的创作过程中 然后再加上 欣赏者 惠心领异的 欣赏的过程中 彼此之间 将那一颗 平时向外奔驰的心 心源欲满的心 进入一个清静 临静 美善的境界 那这样子呢 来达到艺术 跟创作 跟观赏者之间呢 彼此之间的一种 真善美的境界 那我想呢 在现代的时代呢 佛法艺术化 艺术佛法化 是很多的道场 有时候呢 所需要的 那同样的对于 修行学佛的人来讲呢 其实他的生命 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 艺术的创作 跟艺术的循序 来改变 周遭的环境 那我们今天呢 就借由这样的一个 艺术跟佛法之间的 一个因缘法则 来欣赏一下 这样的一件的作品 那我们今天呢 把这一件作品定名为 智慧花开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 首先我们先来 欣赏一下这个花器 那这个花器呢 是一个比较大型的 一个桃 那这个花器呢 其实我在想 它制作的时候 并不是太困难 但是呢 它的特色呢 是在上右的这个部分 那右舍的一个 刘右的变化呢 其实呢 也是考验艺术家的 一个功力 那我们刚刚介绍到 艺术家呢 在很专注的 这个创造过程中呢 也可以将这一颗心 这个奔驰的心呢 能够暂时的得到一个 安定稳定的作用 那我们看到这个作品呢 它四方的四面的刘右 然后呢 会有各种不同的 一个层次的变化 那可以随着欣赏者 他在欣赏这件作品的时候 他自己内在的一种情操 跟人文的素养 去感受艺术创作的 特殊的地方 好 那我们呢 把这个作品呢 转到一个角度呢 好 我们看看哪一个角度 来运用它 好 那像这样大的一个 各位爱华菩萨 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个瓶口 这个花器的 这个口呢 它是很大的 那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个作品 要插做一个作品的时候呢 是不好固定的 那我最喜欢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呢 就是用像这样各种的那个木头 来做定姿 否则的话我们要做煞 然后呢 要各种的工具 那有时候对一些 平常没有插花的人来讲 似乎有一些困难 所以如果有刚好姻缘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 这个枝梗 我们把它这样子放上去 好 那放上去之后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 原本很宽大的这个空间面呢 它就变成了小一点了 而且呢 各位爱华菩萨 现在可以欣赏一下 其实刚刚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呢 放上这样的一块的这个木头之后呢 也会形成一种很独特的一种美感 好 我想这个花器呢 我们平常不一定要插什么样的花 如果我们摆在家里 那我们只要放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木头 那这个木头呢 跟这个气的这个气口 因为这个花器它的 是它的油点 也是它的缺点 就是它的口非常的宽大 那我们就可以 加上一块这样的木头 然后就造成这个之间的一种变化跟运用 好 那我把这个杜鹃的根部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欣赏一下 这个是那个我们一般的那个杜鹃花的一个根部 那没有想到杜鹃花是这么的清脆可人 那它的根部确实这么的有力 而且漂亮 好 那今天呢 我想要配合这个花器 因为这个花器它本身很壮硕 所以我选用了一支这样的一个芭蕉 好 那我自己个人非常的喜欢芭蕉 因为这支芭蕉就是刚刚从后花园剪下来的 那各位爱华菩萨现在也可以细细的去欣赏一下这个芭蕉 那这个芭蕉的椒叶呢 它的外围呢 会有一层红色的 所以很美 而且呢 芭蕉的那个 那个叶麦的纹路呢 也很特别 就是看得很清楚 所以呢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芭蕉树下呢 就会觉得呢 感觉非常的清凉 好 那这个芭蕉的枝干 我有时候在握它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觉得它这么的健康 然后这么的有力 所以有时候觉得握起来呢 是这么的浑厚的感觉 好 那我把这支芭蕉呢 稍微斜一点点擦 因为我们的整个空间的关系 所以我让它呢 稍微斜一点点 斜斜的角度 来擦它 好 我们看看呢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这个画面呢 感觉比较好一些些 好 那我让它呢 有一点点斜斜的擦 好 否则的话呢 我就需要再把它呢 锯再短一些些 好 那各位爱华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呢 从这个画面上看起来呢 这个芭蕉的叶子呢 它是这么的绿 绿油油的感觉 好 我再换一下角度看一下 好 稍微过来一点点 这个胶叶呢 它感觉上是很脱俗 然后很清新的感觉 好 那在这个 这个这么清新脱俗的这个胶叶呢 那虽然这个花期它很大 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要说因为花期很大 那我们一定也把它花叉了很多 那相反的 只要它那个力道够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加了一只这样的一个木头 再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芭蕉的枝干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不一定要用很多的花材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像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中呢 我们来加这个蝴蝶兰 那事实上呢 其实像八家的下段呢 可以用各种的枝材来运用 但是呢 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呢 天气非常的炎热 所以蝴蝶兰呢 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花材 就是说它可以耐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在炎炎的夏日买一只蝴蝶兰呢 就可以陪着我们过了一整个夏天 比如说像现在最近呢 都是夏天 然后呢 我们在道场插花呢 就会像不像以前呢 就是每个礼拜换花 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时候呢 整个把佛堂里面换成了都是蝴蝶兰 那各位阿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因为我想要擦这个蝴蝶兰 可是它的 我不能只是放在这个地方而已 所以我必须接一些梗 让它增加它的这个 可以稳住在这个花器里面 所以阿花菩萨现在可以看我 现在擦了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然后呢 我再用另外一只的铁丝 那我们可以用22号或24号的铁丝 然后把它对折 那对折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呢 从这个兰花的叶片的中间呢 把它穿过去 穿过去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绑起来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枝梗呢 给固定了 跟这个兰花之间做一个固定 好 把它剪掉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的这个 花呢 就不会是不稳定的 它就会顺着这个式下去 好 那我们来放放看 再决定长短 好不好 放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再把这个芭蕉呢 拿过来 好 然后呢 这些很美丽的这个根须呢 我们也让它流出来 好 我们试试看一下 好 那我们把它放进去 好 好 那我们让这个芭蕉的后段呢 有一株这样的一个兰花的感觉 好 甚至于我们可以把这个兰花的这个根部呢 跟这个杜鹃的根部呢 之间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合 这样的一个结合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兰花的角度 好 我们再调一下下 好 因为它似乎是这样的角度呢 比较好一点点 好 那表示我们的这个枝梗呢 它太长了 所以我把它剪短一些些 我只要一些稳定的作用 那因为有时候枝梗太长呢 它会把这一株的兰花的形态 也拉得很长 就是拉得变成太直了 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 插出兰花很美的一个姿态 我再让它写一点点 虽然是很简单的作品 不过呢 我们在插座的时候呢 让它感觉就是很用心的去插座它 那现在呢 我本来想要让它顺着这个过来呢 不过它因为自然的这样子往下垂 那我们可以发觉 其实这件作品真的是满特别的 不管它从前面看或从后面看 那个形态都很好看 那一般来讲 我们东方的插花 日本或者中国或者我们台湾 韩国啦 我们的插花大部分都是三面的花 就是或者由前往后看 那只有是西洋的花衣 它才是四面花 那当然如果我们有时候在做作品的时候 可以让它四面都很完整 那摆在一个中间的一个展示的空间的话 那也感觉很好 那我们把这个部分做一个这样固定 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空间呢 那我用一些叶子来做修饰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感觉 那我们再加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杜鹃的下段的叶子 所以杜鹃是一个非常好的下段的补助的花材 好 比如说呢 我现在在下段加一点杜鹃的这个叶子 好 然后下段它就稳住了 好 这样稳住了 然后我在前段呢 我也加一些些杜鹃的这个叶子 好 那我们让它前段呢 好 下段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把芭蕉擦得蛮高的 那花气的亮感也蛮重的 好 那我们藉由这样的一个杜鹃的花材呢 然后把下段瓶口也收起来了 好 还有一点点的空间 好 再给它补一下下 所以有时候呢 像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它是很简单的 然后花少少的 那这样的话呢 好像特别受到很多的文人 作家啦 文人啦 或者艺术家啦 或者是一些艺术的工作者 他们特别喜欢的一种花形 跟结构的感觉 那我们待会儿呢 再把这件作品 它其实还有一个相同的花气 那我们把它结合起来 那来欣赏一下这个陶艺家 它在创作这个陶艺品的时候 它的一种用心的感觉 还有我们插花的人 怎么样把它两个之间结合起来 有些时候呢 这个陶艺家看到 我们把它的作品插得很美 他们也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来试试试看 那这个作品呢 除了本身娇业的优雅之外呢 然后也能够欣赏到陶的美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看似很普通 但是呢 其实呢 它也很具有艺术气息的两个花气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所用的花呢 虽然是不多 但是呢 它显现一种非常典雅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刚刚介绍到佛法艺术画 那我们怎么样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 那结合一种很清静的心 那当下非常沉静的心 来做艺术创作 所以呢 在做很多这种花气 在插作很多作品的过程中呢 第一个要非常感恩的就是这些用心的花农 他们所栽培出来这些美丽的花朵 另外就是陶一家的用心 因为陶一家的这个用心呢 就能够成就很多很特殊的花气 就能够成就我们在做作品的时候的一个创作的过程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一个音乐呢 我想在这彼此之间呢 我们都是希望借由这么美的这些 不管是花或者是桃 都能够供养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一切的